各位也看到最近两年房地产的表现了吧 对吧 好像从来都不是积极的那一面 虽然我们在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 到2023年 整个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房产政策是完全放开的 你的首付可以降到20%甚至是10% 那么贷款利率也全面的下调 全面进入了40代 我们每个月可能会省好几百块钱 你的落户也好 你买二套房也好 全部的优惠政策一直在出现 但是按照之前的逻辑 房地产的每一次放开 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交易量会成紧喷式的发展 然而现实确实 现在好像很多人对房产提不起兴趣 该观望的还是观望 该不买的还是不买 楼市的交易量仍然低迷 那我们在这呢 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假设2024年啊 我们的房价出现了大范围或者大幅度的下跌 那我们国内到底会出现哪些现象来影响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方面 今天具体来讲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如果房价出现了大范围大幅度的下降 我们的失业率会增加 我们呢可以从正常的现象来进行观察 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 这个是房地产最好的时候 对吧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突然多了很多的新房的房产销售 以及二手房中介门店 连扫地的阿姨都在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买新房或者是二手房 全民买房 全民抢房 全民卖房 说这个情况呢 在2017年到2018年是真的真的很普遍 那说明一点就是房地产一旦好了 那与之相关的一些行业就会呢大大的增多 并且呢从1998年房改开始我们的房地产呢引领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对吧 我们以房地产牵头来建设城市同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 然后现在很多80%的行业都与房地产相关 然后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从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出现了疫情三年的时间 我们国家的管控的非常的严格 直到2022年的年底 我们才全面的放开 这三年的时间 世界的经济呢也遭受到了重创 那房地产更不用说 在我们国内呢也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再加上呢从2020年开始楼市的几个重磅调整 比如说这个给开发商三道红线 比如说二手房官方指导价 也就是说呢给房地产进行了一次大降温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三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房地产的一些行业是不是在缩减规模 很多工厂是不是关停了 很多大的企业是不是不断的在裁员 老百姓的失业率是不是在增加 因为呢我们是以房地产来带动经济了 而这20年的发展呢房地产又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所以说呢房地产一旦开始走下坡路 那首先影响的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问题 如果呢你从事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某一天你上班可能告诉你 不好意思我们进行裁员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收入就减少了 或者说直接失去了 那么如果明年的房价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整体的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比如说门窗制作呀 包括这个装修行业呀 包括还有很多原材料的提供的一些行业等等 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缩减 那么我们的失业就会进一步的增长 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呢 就是我们的社会稳定 以及人的心理变化的问题 你现在出门呢你会发现 不管你和陌生人聊天 还是和亲戚朋友聊天 他们几乎呢都背负着房贷 房贷呢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呢 是普遍存在了 或多或少我们的房贷都没有黄丸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有压力 其实呢是来自好几个方面的 你看一看你的收入是不是很固定很稳定 对吧即使是工资上涨 那这个周期呢也会很长很长 对吧十年前你的工资是五千块钱一个月 十年前如果你的工资呢是三千块钱一个月 那么你现在最多呢也就是五千块钱一个月 但是如果我们在考虑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你的工资收入呢是基本没有增长的 但是十年前房价是多少 十年后的今天房价又是多少 也就是说呢你的工资收入增加的比较缓慢 但是我们的房价上涨速度过快 然后我们的房贷也在相应的增加 那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一睁眼还需要吃饭啊 还需要消费啊 还有子女的教育啊 还有自己的保险呢 还有自己的负债要还呢等等等等 你的工资是有限的 你的消费却是无底洞 而这其中呢房贷又占了大头 所以我们普通人就活得很累 不敢生病 不敢请假 不敢矿工 只想着赶紧挣钱 还房贷 把自己的生活步入到正轨当中 但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房价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的很多身家都在这个房子里面 对吧 房子跌了 那么房价跌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每一个月的还贷成本在增加 你的整体的房子贬值过快 导致到你的努力成为一场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出现了 很多人呢会怨声载道 那现在呢我们的互联网发达了 我们经常呢听到有人说为了一点小事啊就把人捅死了 为了一点小事我们就走极端啊 很多网友都在发出一个感慨 为什么现在的人力气越来越重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一点小事就想不通就会走出就会做出呢一些极端的事 那就是因为我们当前很多人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非常大 这个压力呢就来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所以如果我们说明年的房价出现了大跌 那就是压死诺托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这个时候呢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出现可能啊对我们各方面的生活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呢就是金融危机又可能会再一次的出现 我们还是说那句话啊我们买房子呢是一个大事 对吧因为你要明白房地产最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我们在透支我们的未来来 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 那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买一套房子要花一百万 可是你手中只有30万 对吧那如果按照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你是根本买不了 房子的因为你有70万的缺口 然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银行出现了告诉你 我可以给你出这70万 然后你付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的30万加上银行的70万 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房子买了 而这70万却堵上了你未来20年或者是30年的这个消费啊 也就是说我提前把这个70万给消费掉了 那么当然你会过着紧一缩时的生活 好了我们说这就是银行贷款体系的形成 那之前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银行不断的大量的往外放款 结果导致的是什么 导致的坏账增多以及法拍房的数量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他只管放贷不去审核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 仍然能够拿到房贷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坏账增多的时候 当银行收不回来钱的时候 当法拍房增多的时候 当开发商说房子变成烂尾楼的时候 所有的压力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给了银行 而银行是提前把钱全部预支出去的 而现在留下了一堆的法拍房 一堆的烂尾楼是无法进行变现的 因为没有接盘下能买这样的房子 那最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金融系统大崩盘 那金融系统崩盘了以后造成了金融危机 那这种后果我们还用细说吗 08年金融危机各位呢都感受到了 对吧工作难找收入减少 对吧与之相关的行业缩减规模 这都是在08年发生的 所以说呢如果房价再一次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金融危机的出现 会加剧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或者说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还有呢第四个方面如果房价出现大范围的下降 我们的贫富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在20年前我们大家呢都一穷二白来到了城市当中发展 但是20年后我们的每个人的发展方向轨迹和财富却不一样 有些人啊通过房子通过炒房赚的盆满钵满 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积蓄 有些人呢之前觉得我不想买房子 我就在城市当中生活着我租房子住 到现在仍然买不起房子 甚至现在非常厌恶城市的一切 有些有眼光的人在之前已经通过这种财富的积累 到现在呢拥有很多套的房子对吧 我们说房子变现了就是财富 不变现永远都是纸面财富 聪明的人呢很早就已经把手中的房子完全的进行了变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财富是稳定的 他会拿着钱呢转而去投一些别的领域 让自己的财富更加的增值 但是呢有些人到现在才看到房地产能够赚钱 于是乎呢把钱又投入进去了 结果就是被套牢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房价出现了暴跌 很多人说受伤的是有钱的人错了 有钱的人早已经把房子卖了变现了 受伤的就是普通的刚需族 大部分人被割了韭菜被套牢 那么贫富差距将越拉越大 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去看呢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 房住不炒坚持房住不炒打击炒房客 到最后的结局呢是共同富与住有所居 不能够让房地产硬着陆 而是拿时间换空间 这样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因为如果房价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这样产生的后果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可以说房价的大崩盘会使我们的经济倒退 会使我们的很多因素出现改变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